下面 菊 圣万宝库尽 尚决 这尽上是 亲近心 尽得心心 其尽心之心 又不造烦恼心 叹灭 叹是散叹 也就是念佛 念佛的时候没有夹杂烦恼 这个叫尽心 把尽心的标准给我们说出来了 一念 受止 受 心 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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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持呢 坚持 不放松啊 忆着 忆佛功德 念着呢 念佛名后 想什么 想阿弥陀佛的功德 怎么想法 四十八愿就是 四十八愿如果不能想 你就想一愿 想两愿都是 想一愿 想第十八愿 第十八愿 神力必胜 那么最后 是向 善导大使给我们举出来的 最真实的 五愿 第十二 定辰真究 第十三 光明无量 第十五 寿命无量 第十七 祝福称赞 第十八 神念必胜 这个五愿 是四十八愿 最重要的五愿 那么最简单的就是这一愿 第十八 神念必胜 这就是 想阿弥陀佛的功德 神念必胜 这个功德 是阿弥陀佛 跟一切祝福 跟一切祝福 不共的功德 就是不是共同 只有阿弥陀佛 有其他的没有 这个五愿 其他的四愿 祝福也都有 那 唯独 这一愿 祝福没有 这个要知道 要坚持 下面 一念手持下 归依供养 啊 归依 要真的归依 我们今天归依 念念三归依 有口无心 不是真的 啊 真的归依 身心归向 一直不舍 这叫归依 啊 身心 归是回归 身根心 都 不再想 留到轮回 都不再想 守法界 啊 只想 归依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对极乐世界 一报 对阿弥陀佛 是正报 我们要 一直 不舍 啊 我这一生 靠什么 就靠的 极乐世界 就靠的 阿弥陀佛 啊 所以 想极乐世界的 一正庄业 想阿弥陀佛的 一正庄业 都是 真正归 你 我这一生 我这一生 有什么事 我这一生